16-17赛季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 这是最后一轮常规赛 今天是湖南华莱主场来迎战卫冕冠青岛人州 目前也是在前面的13轮比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一的俱乐部 双方的第二场交手是一场单打的对决 我们看到青岛队身穿蓝色的球衣客队 派出的是1994年出生的薛松 今天他是对阵周泽奇 此前我们也说过 在这个湖南华莱的阵容当中 单打稍微偏弱一点 他们双打方面的人才比较的多 相对而言 周泽奇绝对是他们的男单主力 今年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 也曾经击败过田后威 打控制的一名选手 薛松是2012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亚军 他在决赛里是输给了这个 输给了桃田贤斗 高半球 2比1 加油 加油 我觉得周泽奇这名选手 在宇超联赛当中 他的锻炼价值还是得到了很大的体现 就是在这些比赛里面可以明显看到这名小将的成长 作为一名打控制的选手 他以前的这个进攻的火力确实是显得比较弱一些 所以他往往的打到后来会 在多拍的消耗过程当中的不敌对手 但这一次的宇超联赛有一些比赛 就是周泽奇可以说打得非常的有章法 第一很有耐心 他的体能也比过去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第二他的这种调动之后为自己的制造了进攻机会 像这个球一点都不手软 而且你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他有一些加速的过程 所以周泽奇他在今年的宇超联赛当中是表现越来越好 成长很快 两名小将啊这个身高啊年龄啊都差不了太多 太强调进攻的质量了 薛松这个直线批出了边线 薛松也是一个打球非常聪明的选手啊 他的职业生涯中的最高的一个冠军呢是2014年在澳门啊拿到了黄金大奖赛的冠军 现在超级系列赛里面还没有特别好的成绩 这也是一板快速的进攻啊也是抓突击 2016年在全英公开赛里面他曾经击败过陈龙啊 也属于这个职业生涯中呢比较有说服力的一场比赛 打进四强打进全英的四强 三比五 车测齐这个失误还是比较多这两分 非常棒又是很干脆的一个进攻 三八九六比三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这场比赛呢可能对于整个俱乐部来说呢 他们没有办法啊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了 那么可能对于湖南队来说这也是近几年来一个不太好的成绩 可是呢他们依然要在最后一轮的常规赛当中呢表现出自己最佳的状态 一定要把自己的风格和水平啊比出来 这个比赛的作风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刷一个往前小球 挫的质量还是不错 哦 这个要求太高了 刷一个往前小球 挫的质量还是不错 处八九 五比七 哦 第七 嗯 嗯 水松也是属于这个变速能力比较强啊 这个进攻很有弹性 这抽挡之后后撤步的双脚起跳 还是非常有弹性 也是比较注意抓对手的空档 他的进攻比较的硬朗 但是因为周泽奇确实 他可能确实比较轻盈 就是身材也是比较的瘦小 所以周泽奇的这个打法 跟大部分的对手相比 可能他都属于这个进攻的力量 不太够的 缓拍的过渡 重复位置推送头顶 薛松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让对手转身 不断的转身 自己也节省了体能 还带来了分数 8,8,9,8,7 他这个绵带是这么小自然效 而是稍有的 为输一的 在他地方 发强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在对手的转身位置上面 转到了便宜之后 还是反复的运用转体 但是 车泽奇也是 加强了自身控球的质量 却搓球 让周泽奇看得非常的准 直接的就一个扑网 所以相当成功的领先 进入到技术间歇 11比7进入技术间歇 周泽奇是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今年的宇敲联赛 从南丹方面 他得到的锻炼是最大的 确实因为在湖南队的阵容里面 还是缺少一个 当家的一个男单选手 像俱乐部呢 是对他为以这个重任 所以他也是 给自己加了不少的一个压力 在肩上压了一个砝码 所以他确实也是得到了很大 非常严重 徐松还是非常的执着 因为他之前在转体位的控制上面 他是占到了便宜 所以他尝到甜头之后 不断地尝试让对方的转身 那么对于一个比较疲劳的选手 体能下降的选手 就会出现刚才这种脚下称地滑倒 他这个反身的灯胯部 对腿部的肌肉要求非常大 我们看到周泽奇的左膝关节 他是打了包扎的 因为确实俱乐部能有仰仗他的时候 还是很多的 他在湖南队里面 还是属于当家的男单小生 所以确实也是比较疲劳 整个人又是在网上争夺 这时候就是一瞬间的 因为过球网的高度 肯定不能是太高 可能就是差失之好理 就会丧失主动权 八八九 九比十二 打的又有章法又有气质 我从刚才那个滑倒来看 打的又有章法又有气质 他还是很累了 但是这个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 对于湖南队来说 也是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 来进入到季后赛了 八八九 十 这边还是停顿了一下 击球点偏晚了 他的这个停顿可能也是有点犹豫 会不会是对手的球直接出界 还是不够精细 十一比十三 前面那几次的这个控球啊 从这个前后场的距离上 是够贴网 但是确实过往高度还是有的 所以就感觉到这个球 还不是说特别的到位 十一比十三 薛松落后两分 反击 出界了 合点位置的直线 十二 点杀啊 出界了 九州区 加油 九州区 加油 九州区 加油 武当队 加油 武当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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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you there 超球出界 13 你13 快 están 当网失误 14比13了 薛松连续的追分 现在比分来到了反超 点杀的挺尖的 这个愉悦肯定会把场地动湿的 我相信可能需要清理一下场地 双脚起跳 披杀对脚线 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激烈的 双方球员都有比分超出的时候 都有追平的时候 这则棋还是领先的时间更多 16 好球 杀得不错 189 15比16 还落后一分 16 16 出主旭 加油 出主旭 加油 出主旭 加油 武团队 加油 加油 这愉悦的接杀不错 质量非常高 接杀形成了一个挡网 出旧 这个第一局比赛 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两名小帅哥 在这场比赛当中 都打得不错 薛松也是很有耐心 虽然大部分时候是对手领先 但是他三度把比分追平 反超 就是个半场球 好防守 又是反 反身的这个接球 挡网成功了 非常棒 只要你不放弃 比对方多坚持一拍 又是这个反身转体 薛松今天在这里 尝到了甜头之后 他经常会 在对手站位偏向前场 或者准备向前场移动的时候 突然打他一个反拍的身后位 刚才也是两个人比 看谁反应速度更快 17比17 非常关键的比分 这男子单打的比赛里面 也像双打一样 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平抽档的技术上面 看到很多的应用 节奏打得很快 但是他们并不单纯的是抽档啊 还是会有拉拍停顿的假动作呀 这个手腕的一些变化 哇 步伐很轻盈 男单的这种多拍 肌肉来到了无痒的状态 又是在后场 转身位 其实真的就是 薛松的这个拉掉的使用啊 大部分还是来挑战周泽奇的这个 转身的位置啊 转身以后 他主要是在转体方面啊 就算是周泽奇非常灵活 但是他转体还是会慢一些 这是人体的这个结构所决定的 所以但是你前提就是说你在前面的一些 前场的点的调动 往前的一些调动的一定要很到位 这样你对对手的这种身后球啊 反拍位置的身后球的推送 或者是挑球都是很有威胁的 这个比分还是在非常胶着的过程当中 十九十八 小泽奇又把比分反超了回来 就是拉锯战一样 今年呢在这个海南领水的国际挑战赛当中呢 因为是相对级别不是非常高的一个国际级的比赛 所以呢这个国际雨连也在这项赛事当中呢 使用了十一分制和这个五局三胜制 是对国际雨连的规则修改的一个尝试啊 然后通过各方人士的综合的反应 来考量是否在未来的羽毛球的正式比赛中呢 来启用十一分制 折责奇二十比十八 两个局点 哇好 这回放网的质量好高啊 又是杀追身啊 还是来到前场的位置再打直线 头顶位 挫得不挫 又是推到周德琪反拍的这个位置 其实挺危险的啊 到现在防守还不错 哎呀运气球没办法 有个停顿的在往上 你看给薛松鼓鼓掌 这一分是非常考验心理素质的 能够打出这样的多拍 而且这高质量啊 每个人都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这说明他们对比分已经置之度外了 特别的专注啊 专注于这个比赛的过程本身 才能打出这么多拍的精彩回合 周德琪还有一分的局点在手 看看这一分能不能把握住 对角线位啊 居然是接到了 这也是环以颜色呀 这挡网拿到了一分 切杀啊 并且这个卸力挡网 就是头顶位 这一次周德琪啊 不用反拍了 而是说后撤步之后呢 它是一个全力的双脚起跳的杀球 但是这种就是杀球之后 因为你所有的重心都已经调整到位了 落地之后呢 不能迅速进入到下一个动作 这个连贯上面是会受一定的影响的 杀上网很难的 反击 跳球不到位 薛松劈了一个对角线 这样是薛松的局点 反超21比20 关键时候薛松的心理素质非常过硬 杀上网起动 加油 无能队 加油 无能队 加油 Regard do общadel 杀上网 员 确实发的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周泽奇的揭发的速度 比发球还要快 而且是很冲的这种 出手非常硬朗的一个 直接直扑对方面门 21比21 又是失误了 这个失误很可惜 学宋的第二个据点 周泽奇之前已经拿到两个据点 但是连续的都没拿下 哎呀 党宝失误 以这样的方式 这个诉求 对于周泽奇来说挺窝火的 不知道这样的比分 会怎样影响到 他后面的这个心态 然后23比21 代表青岛队出赛的男单薛松 在这场比赛里边呢 暂时一比零领先 北京那儿 他手里边的大人 在这场比较 价格的随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16-17赛季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常规在最后一轮的比赛 湖南华莱队主场来迎战 目前在俱乐部积分榜上排名第一的青岛仁州 青岛仁州队今年是以未免冠军的身份来出赛本年度的羽超联赛 他们也是花重金聘请了很多的外援 专门从厦门特房挖来了南丹一哥陈龙 也是鲤鱼奥运会的南丹冠军 但是今天这一场比赛 因为对于整个的季后赛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也是派出了薛松来参加比赛 薛松在第一局是后半阶段 抓住了更宝贵的分数 先拿下一局 第二局的比赛 889110 周则琪整个一个赛季都表现得很出色 今天这一场比赛还是在经验上面吃了点小亏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第二局的比赛情绪 薛松的一板变速杀球来到往前 再搓一板连续的两次直线的杀球 8891比1 其实羽毛球的比赛呢 它是一个快速的运算过程 对于运动员的智商要求很高 同时呢因为他没有弹力 球呢只要是在活球的过程中呢 就一直要不停地来击打 所以他的整个节奏也是很快的 虽然它是一个无氧和有氧运动的一个结合 但是呢在比赛进行的很激烈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一种无氧的状态 2比1 那是个胆网失误 薛松2比1领先 其实无论是谁啊 都是比较害怕这种转身的位置 转体位确实是影响一个身体移动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考验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薛松曾经利用这样的机球的落点配置 从周泽奇那儿拿走好几分 但是他自己你看他做这种反身的接球 也同样会有一些问题 快发球 3比2 跟进得很快啊 扑网得手 3比2 薛松花球 转拍勾对角 它还是比较远往 所以有一定的难度 勾对角失误 这比分还是咬得很紧 跟第一局大部分的时候 这个模式差不了太多 判断很准确 4比3 2个人呢 这个在前场比比小球的技术呢 看得非常紧 看得非常紧 其实有一点哈 其实这个 遮择骑的假动作并没有完全太打准 这也影响了薛松接下来的这个机球质量 发一个后场的平快球 哎呦这是个机会啊 劈对角现出界了 4比5 好球啊 这个杀球还是稍微的控制了一点 点杀的非常的精确 长杀杀到了边线以内 正好是利用到整个球场的宽度和深度 这分还是刚才薛松那个往前的搓球搓的质量很好 特别的贴网 没办法 没办法 这球搓的太高了 所以这个让对方逮住了一个回挫的机会 人家搓一个滚网 你再把球挑起来 很难挑的到位 现在我们看到在单打比赛里边确实是越来越多的出现这种平抽档的技术 但是因为在双打还有个搭档 有的时候可以帮你改变一下节奏 又是一个界内球 怪罢球 8比6 薛松今天在整个的控制上面 它的精确度成功率更高一些 怪罢球 主要是脚下一滑 这个跟跨步没有完全的起到支撑身体的力量 这两个人又是短平块 真的你看这底线控制的成功率多么的高 这薛松的好几次的这个球 无论是用杀还是用这个 就是高眼球的过渡球 平高球的过渡球 就是抽球 都可以把球稳稳的放在界内 这个不容易 九州七有点急躁 连续的丢分 现在等着这个技术间歇的时候 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人在情绪急躁或者紧张的时候呢 他的体力会消耗的更快 青岛队的教练 还是对比赛掌控度很高 所以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 11比7 70间歇 多多少少啊 这个周泽齐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士气的影响 因为在第一局里面 他是准备很充分 而且大部分时候也是比分上面的领先 但是并没有笑到最后 所以他也 一时想不到什么太多的办法来进行改变 20秒 七岛队的教练 20秒 对于薛松的指点 非常的简单 因为表现出色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调整 继续比赛 11 第7 第8 快89 八 每次打出了反击之后 湖南的观众也特别地给力 ヒ 标准太高了 比这边线打 快89 这球要求太高了 12比8 嗯 看来是界内 那看这个薛松的确实是在 底线控制和边线控制方面 都是挺精确的 13比8 哎呀 这是一个 质量太差的球 这个小高球被球网打过一下 薛松知道没有戏了 干脆连防守都不要了 这就是周泽奇的摇眼时刻 再来看一下 这球太贴网了 所以它调起来也是 只往高走不往远走 解发球假动作 放击 关发球 14比9 对于比赛的抓机会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当然 客帅 公开 我从来 不在此 有点 任何关注 Date 我给你们做的 红烦 还要 然后 吃 去 在 要 打 然后 去 去 和 嵌 去 去 九州的七 加油 推角线又是非常精确的一个差球 十五比十 快发球 十一比十五 快发球 十六 攻防转换都是非常快 他们铺垫其实也用不了几拍 只要机会好的话都下手 又是在周泽奇这个反拍的转体位上面 寻找了一个机会 只要回球不到位马上下手 所以从非常的凶 凶 刚才的这个发球 他之前的准备都是很有张法 所以明显感觉在场上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就是他进攻的这个速度 还有他的频率都明显增加了 快发球 十二 与十七 快发球 十八 给十二 凑滚吧 滚吧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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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翻手的机会 回敬一个 这艘不不稳稳 但是也非常的贴 直上直下 14 18 小三琦强往前这一拍 还是动作偷吐了 留给她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 不过目前来看呢 她在把握机会上面 还是并没有松懈 这场比赛的结果 无论对周泽琪个人 还是说对整个的俱乐部来说 都没有太多的 不会太关乎大体 但是重点是要把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表现出来 展示出风采 起跳 可能还是腿部力量有点不太够了 球是刷在网袋上 表现起跳 表现起跳 谢谢 谢谢 妈妈 说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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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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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排勾对角 进攻一拍 挡网 又是墙网 赶快回防 久得起个反击 再铺一板 两个人看看谁在网上 更机灵一点 长点 20比14 看来是铺出戒了 宇超联赛还没有引入到 这个鹰眼的献审系统 所以这个编才的 私宪员的这个判法 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今天是宇超联赛最后一轮 从湖南 易阳 奥体中心 这个观众的上座力 和他们这个热情 上面来看 还是 观众的这个风采 也是确实值得嘉奖 接发球直接失误 让薛松呢 是直落两局的比分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3比21 21比14 谢谢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虽然不能够 给大家全部的转完五场比赛 但是青岛人州俱乐部 凭借前两场的胜利 以及他在后面的几场比赛 也都是具领先 或者是优势的这个机会 应该是呢 铁定获得今年俱乐部超级联赛的 小组第一是没有问题了 那么后面因为还要给大家 带来中国排球联赛的直播 我们的宇超联赛 今天呢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在初五和初六呢 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 本年度的宇超联赛的季后赛 关亚军的争夺战 我是平贵心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的转播再见